昔日的敌人却变成并肩作战的队友 这究竟是何种滋味 时隔四年 女巨人与凯治巨人再次降临怕岛 但这次他们却是为了拯救世界 而调查兵团也成为他们的伙伴 面对拥有雷枪的耶格尔派 众人的压力依旧不小 危急关头法尔科挺身而出 化身恶之巨人成功扭转战局 不久前韩吉得到一个重要消息 飞艇起飞需要半天的时间 但巨人之力只能维持几个小时 而地名的前进速度非常快 在马来的沿海城市欧迪哈 有他们国家的机械库 在那里可以检修飞机 他们可以开船带飞艇去欧迪哈检测 那样就可以节省一大波时间 现在只能赌一把了 三力立马将作战计划告诉给亚妮 让他与莱纳负责掩护 确保青梅等人能够登上船只 弗洛克看到青梅后 立马明白了他们的意图 于是组织士兵击杀青梅等 韩吉一马当先直接冲了上去 在三力的配合下成功解决他们 而莱纳也用自己身躯 替青梅等人挡住子弹与雷枪 马加特